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里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二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整批交易和搭配 从上个讲开始 我们都是说我们有点谈判战术的锦囊 锦囊就是你随时可以掏出来用锦囊妙计 锦囊妙计 锦囊妙计但是上一讲第十一讲 我们讲的是切割 我们讲的是挂钩 切割挂钩是什么意思呢 切割挂钩就是把一个东西 我切成好多块好多块放出去 由单一体变成多一体 挂钩本来也是一个东西 我挂了第二个一体 挂了第三个一体进来 我说如果你给我A 我就给你B我给你C 要不然就是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不给你C 所以切割挂钩的是从单一体放出去变成多一体 那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是收尾的时候用 我们多一体收回来变成单一体 怎么 就是前面一个锦囊妙计呢 前面一讲锦囊妙计 我们讲的是放 那么这一讲的锦囊妙计呢 我们讲的是收 收 那为什么收回来呢 因为收 你要收的话你才能结束啊 你老子弯在外面放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什么叫怎么收回来呢 第一个叫整批交易 整批交易是要就全要 不要就全不要 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跟人家谈判 我跟人家谈判呢 比如说谈了有四个议题 一二三四 一二四呢 那么一三四达成协议 就是二达不成 然后人家就问我了 那二能不能先抽出来 先不谈呢 就是先一三四先签字呢 我们不行 我说这几个很难分开 它是个整批的嘛 是不是 要就全要 不要就全不要 我把人家不想要的二 塞进去 逼他一起 一二三四带回去 这个战术在性质上叫做夹带 那夹带呢 我说没有说分开来的 没有说四个东西 一三四去签字 二不签的 不行 要就全要 不要就全不要 那么如果说呢 他坚持一百分 他说不行 我非得 这个二也要谈成 那你二就谈不成 二要照你的意思的话 那就不可能有协议 所以你坚持一百分的结果是零 可是如果你能接受七十五分 你把二呢 放给我 按照我的意见 那我就可以签字了 不是一百和七十五的选择 是七十五和零的选择 就是你坚持一百的结果呢 是零 那如果能够七十五 那还有七十五啊 那人家为什么要接受 我这个塞进去 夹带呢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时间了 所以整批交易 通常都要辅助于 一个时间的压力 一个期限 比如说期限 三月三十一号 三月三十一号到了 你要签字 你就是把红的 或者我整个东西 我不要的夹带 你给我带回去 这个就是这个期限到了 你有七十五分子 可以 那如果说你非得 要全部照你的意思 那咱们就会过了期限 那过了期限 你什么都没有 那我不签字啊 所以期限 这是一个杠杆 我们是借力期限的压力 让对方在无从选择的情况下 他决定把我要的东西 包进去 一起带回去 所以这个战术 叫做整批交易 那整批交易 还算是整批的 它看起来还是整批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观念呢 类似的战术呢 叫做搭配 搭配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要方的 你圆的 给我带回去 就是你要方的 对不对 没问题 我方的给你 那我圆的 你顺便要带回去 那为什么 我把圆的塞在他背包里 逼他去带回去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敢不要 他怕破 什么叫破呢 谈判时候有一招啊 就是从谈判开始 到谈判结束中间 有一个点 我们叫做高潮点 这高潮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过去谈到 现在已经到手的东西 我算一算 已经算是赢的了 就是后面 没谈完的部分 统统都输掉了 仍然是划算的 这叫做过去所得 足以弥补 今后可能所失 所以在做去所得 足以弥补 今后可能所失的时候 人会怎么样呢 人会倾全力 保住现有的谈判结果 你非常小心地 保住现有的谈判结果 后面你可以输 但不能破 这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候 而这个最脆弱的时候 就是对方搭配 别的议题的时候 就是说 你现在不敢破 不敢破 那这个来 一起带回去 你能说不吗 你不的话 那局都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输 你不能破 所以你就输 你就输 我就把你带回去 所以这一招叫做搭配 搭配 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逼人家带个东西回去 所以不管是夹带也好 搭配也好 他都是在谈判最后的时候 那么把多议题收回来 变成单议题 逼着他打个包 带回去的一个战术 要想一想 但是这是非常好用的战术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无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